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上正等正觉是博士学位 正等正觉是硕士学位 正觉那就是学士学位 得到这个学位 得到正觉的称他做阿罗汉 阿罗汉是学士 如果他得到的是正等正觉呢 他就叫做菩萨 菩萨是相当说死 他要正得究竟圆满了 无上正等正觉趁他做佛陀 好比说博士 最高的学位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 佛 菩萨 阿罗汉 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 那再跟你讲 像地藏菩萨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学位里面 加上你所学的科目 文学博士 理学博士 数学博士 语文博士 你学这个也 菩萨名称是这个意思 观音菩萨可多了 无量无边 数不清啊 观音菩萨譬如说是理学博士 学理工 理学的人多 工学博士 学工学的多 医学博士 学医的多 这些菩萨名称是菩萨上 加上他所学习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一个人 那时候观音菩萨 你认为他一个人错了 哪指一个人呢 菩萨是说是 文学说是 文学说是多少人 太多了 你指定某个人 还得把名字加上去 某某某文学博士 那怎么指他一个人 这个要懂 明白这个道理了 佛门里头 或者佛门里外 沉默人走菩萨 什么菩萨菩萨 你就不会执着了 你称他是观音菩萨 他是不是 西方三圣 站在阿弥陀佛旁边的观音菩萨 不是的 观音菩萨太多了 站在阿弥陀佛旁边 不是的 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观音菩萨 某某学校 是教务长 观音菩萨是他的学位的名称 他得到这个学位了 极乐世界是学校 校长是阿弥陀佛 教务长是观音菩萨 教务长是观音菩萨 训道长是大师之菩萨 这搞清楚啊 佛不是一个人 阿弥陀佛也不是一个人 前面给你们报告 阿弥陀佛是所有度佛共同的称号 因为他的意思是无量局 哪一阵佛都是无量局 所以只要大车大物 民心坚信都可以成为无量局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阿弥陀佛他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他发四十八年 他建立极乐世界 这也是阿弥陀佛 不是一般的阿弥陀佛 所以佛家这些名称叫通号 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的 而且受菩萨了 大菩萨小菩萨差别很大了 花言经上我们都看到 菩萨五十亿个阶级 这五十亿个阶级 通通学文学 那都叫文学菩萨 他由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到五十亿年级 那程度相差 太大了 一年级不能跟十年级比 十年级不能跟二十年级比 差远了 五十亿个阶级 第五十亿个阶级是等级 等级修满了就毕业了 毕业才是妙修 才叫成佛 不是学位老头了 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懂 所以佛法确确实实 它跟宗教不一样 它跟学校很相似 那确确实实 它是教育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佛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 过过都是 无上争争争争争 这是你离了 你不知道 你才变成反复 现在设立这个学校 帮助你回头 帮助你回归本局 是这么个意思